好 我刚刚也跟费勇在聊 说现在这歌新的名字 真的有一些希望让大家能够记住 但有些歌名也会让你 真的很不容易记住 好 这是年轻人的一个感受 对我们老人我们都会觉得 好 不晓得大家感觉的感觉 是不是一样 歌好听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在上半段 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时代不断的在进步当中 过去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安全 安心这个很重要 可是在时代进步之下 我们怎么能够让它更美观 能够让它更好看 这就是美学的一个推进了 那么今天会请到老朋友 那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台湾过去 我们只关心的是能不能隔音 能不能够隔火 能不能够安全 现在是要更美观 更有艺术的价值 那怎么做到呢 这个过程 待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做一个 很不同的分享了 我觉得我的人生快要解锁了 我们的节目 大家访问以国语居多 极少数会有台语的 大家更少数 费用记不记得 我们还访问过美国人 对不对 好 那也OK了 今天访问日本人 好 那主要的原因是 大家都知道 全球都是缺工 缺人才 那我们看到 其实日本比我们更惨 日本的劳动力缺乏的一个状况 其实非常非常的一个严重 那今天会请到一个 我想在国内也很有知名度 在日本也是一个 非常顶级的一个度假村 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来培训人才的 过去我们可能听过很多的饭店 也说我要培养柜台的人 我要培养房务部门的人 我要培养财务出纳的人 我要培养清洁的人员 我要培养怎么样 是不同部门的 可是他们认为在日本工作 你可能是要全功能的 也就是你什么都要会做 而且可以随时补位 那当然不是日本所有的企业都这样 而这一个豪华的度假村 是这样做的 那现在当然缺人 除了缺人之外 那当然他也觉得 那如果有些人想要到海外 去工厂的一个工作的经验 那也不是只有台积电 可以到美国到日本工作 那也许在服务业当中 你也有机会到海外 去有不同的工作经验 所以待会我们会请到 这个日本的一位社长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么在国际上 是怎么样培养 这个服务的人才 那如果说到日本去工作的话 我们需要哪一些的条件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一些下楼 好 我们有看到了 今天的天气 真的是乖乖的 乖乖的 那这两天 很多的气象局的资料 都有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 也就是说 五号山区都会有非常大的雷震雨 雷震雨 这发生的机会其实是蛮大的 像在台北 你的感觉大概 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就是好像想要下 可是下一点点而已 并没有全部的下 但我们现在看到气象局的一个资料 就是说这几天的雨会怎么下呢 他们的下法是非常的可怕 他就说有局部地方都会有大雨的几率 然后要强烈的留意一下 这是一个剧烈天气的一个形态 所以除了大雨好雨之外 还会有雷急跟抢阵风 但今天的一个低温 就是低温26度到27度 你看这低温也是很热 然后高温有32到34度 所以你不下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闷 可是下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烦 好特别是剧烈天气 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 好今天的这个本日之最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天气跟我们的脾气 其实是有关联的 但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就是天气如果很热的时候 你很燥热 你很容易不耐烦 其实我有感受到 不过真的有看到这个研究 这研究也就很有趣 而且是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一个研究 也就是说天气越热 我们的脾气就越差 好那你脾气差也就好 你就怕你迁怒别人 你气自己没关系 可是你不要迁怒别人 你迁怒别人 就会造成什么事件 家暴事件 所以我看到一个研究 就是说只要年均温高摄氏一度 家暴的事件就会增加6.3% 哇这个气温的一个上升 原来跟家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研究呢 当然非常大篇幅的 来做这个印度拉巴基斯坦 尼泊尔 他们的一个温度跟这个暴力 来特别这暴力 当然是指亲密伴侣的暴力的问题 来做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研究 就会发现到说温度升高摄氏一度 这种暴力事件就会增加7.8%左右了 那现在大家也很担心 不是只有这些地方很热 像欧洲 像美国很多的城市 也都是热浪来袭了 所以怎么样能够阻止一些暴力行为 跟炎热有关联性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刚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天气很热 你大家会觉得很烦躁 但事实上除了天气很热 让你的身体体感的温度不舒服之外 大家都会知道 那么天气的这个高温 会让很多的农作物 这个崩溃 对不对 因为经济会崩溃嘛 或者是大家记不记得 可能牛也吃不下草了 这个鸡也吃不下这个饲料了 那就会造成这些经济上面的一个压力 或者是在更热的时候 人们可能会被困在室内 没有办法工作 可能大家都会知道 真的会热死人 所以其实在国外都有一些高温的限制 就太热了 你不能够出去工作 你真的会热死人 所以你想想看 有一些农作物 或者是牲畜的养殖 都会出现一些困境 那在经济崩溃 或者是基础建设 这个出现问题 或者是我们困在家里面 没有办法外出工作的时候 你当然情绪就会很不好 所以如果情绪不好 你在待在家庭当中 只要有个小小的一个火花 然后就会引爆了很大的一个暴力事件 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认为说 那只有热嘛 热你就开冷气嘛 但除了开冷气之外 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因素 真的就是经济带来的一些困境跟压力 然后造成就必须要爆炸了 好天气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经济是怎么样 我们的经济就是一个 有人讲就是外冷内热 我们之前是这样跟大家讲的 那现在有看到国泰跟台大产学团队 他们有召开一个经济气候 跟金融情绪的一个发表会 他们认为是内温外冷 那你看我们之前还有讲过是内是热 热比方说我们的消费是热的 民间消费其实是很热的 那包括了这个旅游 好像最近我一些朋友都不在国内 大家都跑出去玩了 对啊 这跑出去玩 六月好像是一个蛮好出去玩的一个阶段 因为第一个好像价格也还没有涨 那有一些朋友都还会在这个时候 就提早了 他们的习惯是这样 就提早让小孩先放假 然后就先先出去玩了 到最后不会在七月跟八月的时候挤在一起 所以其实整个的消费看起来 的确民间的消费是高张的 但景气真的好吗 大家都会认为说 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冷的 是比较冷的 那当然了 第三季的经济有没有办法 这个游鹰转情 那出现情的一个几率 大概五成左右了 那现在欧美其实还是有担心一些衰退的压力 那你说之前有AI的一个议题 带动了科技股的一个涨势 可涨这么多之后 就会有一些回荡的压力 总之现在看起来 看起来 那这个国泰台大这个团队认为 台湾今年的GDP大概预测还是1.8% 那当然还是没有保二的 没有保二的 那这个是不变的 那至于内温还是内热 这个当然有一点差距 但外冷这个是事实 从出口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了 好 另外呢 就是这个投保了 那当然高龄者这个就业 就业之后呢 那是不是就会有投保的问题了 就会有投保的问题了 现在劳动部可能就是要松绑了 就是65岁 那么投保的一个上限 然后让高龄的员工也有失业的一个给付 或者是有一些职业的一个训练 然后有一些津贴了 不过这没这么快了 因为老保就是一种社会 就是比较像国家给你的一个保险 如果国家一直在承诺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因为毕竟他只是一个 现在谁不知道老保要破产了 对不对 谁不知道老保会出问题 你不能够在选举之前 你就会再开一些支票 你支票你到底是真的要救贫吗 你真的要解决什么问题吗 还是你只是认为说 这个就是反正金库 反正国家的钱 那你那个后代子孙再说吧 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 当然有一些老年人的政策 或者是高龄就业的问题要探讨 可是要真正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这必须要在戏剧的讨论 我觉得有时候你带最近 你都可以看到了 现在已经在满天的撒钞票了 对一直在就有选举 因为越来越逼近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选民的眼睛 就真的要真亮一点 因为说实在你现在拿到好处 可是你是拿到后代子孙的好处 就他们有没有真的在建设 真的有为这个后代子孙在想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点 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拿到好处 你就觉得很开心 棒棒棒了 好另外就是我们来看看 日元现钞又在更低点了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想过 从去年到今年 你看有多少次 大家都会认为说 应该是低点了 不会再低了 不会再低了 结果你看台英的日元现钞 今年最低点0.2189 所以当然你现在去日本玩的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你就会开心了 那多换一点 日元就可以多花钱了 那有钱可以多花了 那当然有人说这个省下来的钱 哇可以玩东京迪士尼 有人说我拉面可以吃很多碗 不过这个我就一直讲 日本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国家 你看它的日元一直扁 但它之前的股市其实是有起来的 这是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所以为什么投资日本的所谓的困难度 判断度真的是跟其他的国家都不一样的 找机会真的可以很好的 好好的聊聊日本这个国家了 好另外就是费的主席 那个鲍尔有讲了 就是不排除连续升息 他是在出席欧洲的央行ECB 在葡萄牙举办的一个年度的一个央行论坛上面 做不排除连续升息的一个说法 好这大家留意一下他后续的一个做法了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边先休息一下 好一点半了看看台股的表现 台股今天是一个开高走低的一个格局了 好今天很多人其实是关注的是什么呢 关注的是长荣要除息了 除息70块钱 除息70块钱 这应该是明天的一个焦点了 那当然加卷股价指数呢 大概也会小幅的一个蒸发了 好台股今天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我们要连线的是万宝投雇的执行长 赖建成赖执行长 执行长你好 韵芬好各位听伯娘打完 好今天盘面真的不太好 开高走低了 那我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说要放暑假了 可是航空股怎么看起来不怎样啊 我朋友都不在台湾呢 都跑出去玩呢 很多人都在不在台湾 我想当然最近都是开高走低了 说实在的市场上的气氛 不像前一段时间来那么的稳定 最主要原因呢 第一个来自于鲍尔 或者是欧洲央行英国央行 都是持鹰派的言论 代表说会继续收钱就生息 另外一个呢 美中之间的一个战争 就是金片战争呢 这个还是会 大家让大家担心说 美国的科技股会不会受影响 这几个因素呢 造成最近的美股呢 也陷入一个整理 那通膨的数据 台北时间礼拜五晚上 美国要公布嘛 所以呢 相关的通膨数据呢 是不是 这个持续的降温 会影响到后续 升息的一个强度 我想这些都是最近的一个变数 那也因为这样呢 大家做的就很短 这个有些位阶点也比较高一点点 今天涨了 可能就是当中或隔日中 有跌下来 还有进去 但是呢 至今又在这几个热门的族群里面轮动 刚刚韵芬提到过 航空股 为什么不涨 它涨很多啦 之前都涨了 对 又先反映过 股票市场通常是这样 都会提前来做一些反应 它的业绩面或题材性 那未来能不能再攻呢 当然还是有机会 因为我们举个例子 长龙行是创历史新高 它的股价前一段时间是创历史新高 那创新高之后呢 其实它是在高姿态震荡整理 沿着大概十字均线左右 在震荡整理 华航的部分呢也一样 那未来包括了虎航各方面 甚至新宇航空 有些新贵 有些要转上市 那是不是能够出现一些 比价效应 我们观察 但是最近的筹码 我觉得让它沉淀一下啦 基本面很好没有错 但是可能要沉淀 就像AI股一样 前几天不是都 大部分都重跌吗 那今天又开始回过神栏 你看到 不管是PCB的族群也好 散热的族群也好 甚至呢 AI伺服器的组装 指标性能像伪创 这些个股今天又活过来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说 题材性存在 主流性存在 但是呢 轮得很快 所以我才建议呢 如果说 你锁定一些热门的族群呢 如果说今天 一开盘是冲得很高 这个就不要追了啦 那风险性就比较大 因为呢 市场上的大户主力呢 当冲隔日冲的一个 状况是蛮明显的 而且夏天呢 大家可能就是大家喜欢冲浪嘛 他还有 他喜欢冲浪嘛 每天在当冲 隔日冲都有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块 不是说不能碰 但是就自己要小心一点 但是呢明天是6月30号 第二季结束了 所以什么 季底结账是不是 季底结账也好 作账也好 可能就是 明天波动性会比较大一点 那过了之后呢 大家想一下 进入第三季 到底哪些族群 会有一些机会 我觉得这个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其实可以分几个区块 尽量找低机器的啦 你说AI 要不OK 还是OK啊 趋势是存在的 但是AI股里面有些 就是机器可能低一点点 你可以留意 另外一个呢 我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 记忆体的族群 美光虽然昨天 还是亏钱了 采购也亏钱嘛 但是它对未来的展望性 是比较乐观的 那价格呢 只要开始出现起涨 我觉得记忆体的颗粒 今天有表现 尤其是后面的模组厂商呢 可能更特别去留意一下 另外一个 昨天特斯拉股价也涨嘛 最主要就是 除了中国的销售之外 充电桩 这一块呢 每个国家都在弄啦 台湾也一样 所以充电桩相关的族群 甚至联动到所谓的汽车组件 这一块呢 机器也是比较低一点点 大家不妨留意 那有展览题材的 进入七月份有两个比较重要 一个是七月中旬的电玩展 对 第二个是七月底 七月日七号开始的亚洲生机大展 哦 又来了 对 又来了 每天都来一次啊 所以呢 我们如果再提台信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想说 游戏股 短线上震荡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可能展览 展览前应该都还有机会 那生机股也是一样 最近生机股也开始反弹嘛 那我觉得 这些可能在一些主要的电子股 在休息的情况之下 会有机会轮动 那为什么钱会洒出来 其实就是台币 请大家每天盯着看 已经扁破31块了 如果继续扁 外资绝对会落跑 那你说指数有多大空间 可能就是高档区间 所以呢 选股可能就会更重要一点 哦 那明天 明天其实有个大新闻 就是长荣啦 对不对 他要除息啊 他要除息 七十块哦 大家都 都落跑 大家其实跑了啦 对啊 而且说基本面各方面来看的话 就不像以前来那么好嘛 那这个 你看最近 其实并没有说 因为这七十块而出现拉抬 反倒是呈现一个下跌的情况 今天收155啊 明天减掉七十 股价就破百了 跌破一百了 对不对 那是因为除息的关系 但是我们观察一个 虽然状况不好 他配了七十块 大股东的心态怎么样 是不是除息之后呢 开始慢慢填息 这个感觉又不一样啦 所以呢 我们后续还去观察一下 他是不是有填息的力道 这个强度如何 是不是一天填很多 还是呢 就是可能就是 慢慢慢慢的填 甚至呢 不大填 这种情况大家可能观察说 未来整个多头的气势 是不是能够带气 可能明天的长龙 是一个很大的观察点 对因为你说能不能填 其实大家跟基本面 有很大的关联性 对对没有错 基本上就算填好了 幅度力道上来看 应该也有限啦 哇 这个填七十块钱 真是圣母风了 很难 要加油 对不对 我觉得难度其实是很高的啦 接着七月四号换养民嘛 对耶 二十块 那也很多啊 对啊 对啊 对他们股价不一样 但是说你看 以相对的殖利率各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出息的缺口还蛮大的 好了解了解 非常谢谢我们赖建成 赖执行长 跟大家做提醒跟分析 谢谢执行长 谢谢 好我们看到了 其实今天就是我刚讲了 很多的航空股啊 现在连包括台积电 都是在压盘的嘛 但是这个指数呢 到了中场还是小涨的 那是收在16942.3点 小涨6.67点 成交金额呢 是2684.18亿元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那么进一下广告 好欢迎来理财 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请到老朋友 不过他刚久进录音间 我还真不认得他了 所以真的老朋友要常常见见面 不然他改头换面 或是他拉皮整形 我都不知道了 好其实啊 这个我们时代不代的在转变 那传统的一个产业当中 不断的蜕变 是一个什么样的推力跟动力 我觉得很重要 好先换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是南京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林儿宏 林董 林董好 各位听众午安 英文学午安 我真的很想问你一件事情 是你有去整形吗 小微调了 你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 也没有啦 有我觉得大概年 我不能这样讲 应该年轻二十岁啊 真的啊 可能有在跑步吧 对你有在跑步 有在健身 你是跑山的嘛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你头发也变了 可能找对设计师啊 那身材更好了 衣服也变了 老婆打扮的 对对对 谢谢谢谢 因为我刚刚跟林董说 怎么感觉 跟你儿子来啊 感觉上是很年轻啊 那我们跟大家聊聊 你的年轻啊 跟你的那个企业啊 转变有没有很大的 一个关联性啊 那是一定要的啊 因为我们心态不能变老啊 对不对 心态如果老了 就推不动这个品牌了 可是以前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就跟大家讲 你的门要做好 对不对 要能够防火 防烟 防噪音 对不对 那就把安全做好嘛 对那现在是怎样 不够了 要更漂亮了 当然啦 你一定要加入一些 艺术的元素啊 让客人装在他家 回来的时候是 非常感觉很棒的啊 对 就是现在 就林董就说 我很难说话 但我很厉害做事 你如果要接任何问题 我都可以给你回答 结果他现在也开始 改头换面了 变得很smart 然后很帅了 所以产业也要 跟着一些改变了 这个改变是加入了 那个艺术的元素 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 其实这个我们 在这20年 就一直有推出一些艺术的系列 像我们的云端啊 和风啊 玉玺啊 喜恩啊 还有那个 波罗伦斯啊 其实我们一直来 就是大概每两年 就会有一个艺术的系列出来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当年你创业的时候 你来我们节目讲嘛 就是做铁工厂的嘛 对啊 做铁门窗的嘛 对不对 铁门窗就安全就好啊 没什么 然后后来发现 不对啊 这个铁门窗到时候 还是会有危险啊 万一这个 除了这个防火之外 防水防噪音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本来就是把这些做好就好了 可是现在大家可能觉得不够啊 你要跟我整体的装潢设计要有关啊 要变得更漂亮一点 对 更有艺术价值一点啊 对 所以时代在转进 我们现在反而就希望各位听众 能够听到的时候 能够把家里的铁窗铁门拆掉 你们也会觉得奇怪 你不是做这个产业的嘛 为什么会叫我们把铁门铁窗拆掉 因为以前小偷很多 对 现在没有了 现在都骗子 对 所以我如果说 现在都骗子 没错 对啊 你剩下 骗子 来骗你的钱 把基本的大门 把这个预算花在这里 可以做到防火铁音艺术 保障全家人的安全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另外你把那个周围的 气密铁窗做好就好了啊 甚至可以做到景观窗啊 对 你知道吗 常常就是你看你之前来我们节目就解决很多问题嘛 因为楼上楼下有没有 会因为蹦蹦蹦 或者是门 对不对 然后那个对门的也会吵架 就你们家很大声 然后我们家怎样怎样会被吵啊 撞上我们家的门都不会 因为气密铁音也很尊重隔壁啊 你回来的时候 他不知道你回来啊 那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产品的话 你蹦的一声 可能你几点回来隔壁都知道 对不是你家知道而已 你隔壁都知道你几点回来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跟你讲啦 我觉得邻居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跟邻居处得不好 对不对 你不是生活也很痛苦吗 你看他就很讨厌 你回家也很讨厌 如果你把邻居的关系处理好了 今天你回家就开心了 所以我觉得家 其实就是家的感觉 它不是房子而已 可能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访问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去思考 因为像我们常常去工地 就觉得现在很多人 都还停留到三十年前的观念 我装房房子 就是要把铁窗铁门还装回去 我们现在都一直鼓励人家 就是你尽量拆 还给台湾一个干净的一个市容 要漂亮一点 你拆掉就漂亮了啦 其实不用多什么啦 拆掉就很漂亮了 那如果说要达到我们 最重要的就是隔音 防火 然后防烟 对不对 对 就是要先换一个门 这个门的材质是什么 里面是钢的 那表面可能有皮革 木头 油画 大理石 反正现在的建材的元素 都可以融入 我们就是让它表面看起来 非常的一个柔 可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刚的东西 它可以防火防烟隔音气密 甚至说防爆都有 而且现在都加上智能了 就是说你不用带钥匙 你只要一只手就可以开启你的家门了 甚至都有警报 你只要有人拆你的门 那个锁都会自动警报 所以现在智能也做得很好 对啊 如果说我有锁 然后有人要破门而入的话 它会警报 它承受到一个压力的时候 它就叫了 而且你家如果有火灾 它也会叫 它会增烟 你的烟的浓度 到达一个浓度的时候 它就会增烟的 还有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最重要的是 我们家的防烟是最厉害的 所以你碰上火灾的时候 你可以躲在室内 等待救援 烟是最恐怖的 对对 烟一来两秒钟 你就看不到方向了 有些人说 我家的门方向在哪里 知道 不可能知道 而且有些其实是 真的不是被烧死 是呛死的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呛闪 这个好严重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 南京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二宏林董 来聊一聊 事实上 我们之前有聊过 就是在看到很多公共空间的 一个火烧事件 或者是家里发生火灾 我都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怎么样能够防火防烟 这个好像有在做实验 对不对 有有有 我们的台南的成功大学 他都有在做 替我们政府做检测 只要你合格的厂商 他才会花给你证书 但是目前我们的公共空间 去做防烟的一个设备的 好像还很少 我觉得应该要强制 只是标配防火而已 倒着走 应该是防烟要标配 在欧盟防烟是标配 防火跟防烟的话 你觉得防烟要标配 要走在前面 因为烟呛起来 对 但是防烟的技术很高 它牵涉到气密 隔音 一般厂商达不到 所以政府可能目前 厂商没这个技术 他不敢走得太快 防火比较容易做到 对 因为防火是填充东西而已 防烟你必须把周边的 所有的东西做得很精密 而且开起来要很精巧 所以目前台湾有这个技术的 常常不多 可是你刚刚这样讲 就是公共的空间当中 防烟真的很重要 对嘛 应该是走在前面 那这要大声的倡议一下 应该消防单位都知道了 消防单位都知道 可是他们不是制定的一个单位 规格啦 他们不是政府制定规格的一个单位 所以防烟防火防暴最简单的是防火 对 防暴应该我觉得也蛮难的哦 对没有错 因为它里面要加一些防子弹的钢板 但是这是比较特殊单位才会用到啦 其实我们也有做过几个案子军方的啦 但是这个市场不大 反而防烟的是最大 那一般我们家庭当中啊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每一扇门都要装你们的防烟防暴防火吧 如果只能够选择一个的话 我应该装哪里 是装大门吗 还是装我的房间呢 呃 我们建议的大门当然是一定要装的嘛 你不可能没有门嘛 但是我们会建议说 你的主卧室或者你的哪一个房间是面向大马路的窗子的门 那个一定要装我们的防烟防火隔音门 但是那个外面让你看起来像木门 可是当这一道你装起来 你几乎是百分之三百 因为你大门如果被火攻破了 你还有第二道 等于你有双重保障 那消防队不可能这个时间来不了 台湾消防队很快啊 对我们那个都是一个小时的测试啊 嗯 对不对 嗯 就说可以撑一个小时的是没有问题的 对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这个证书都是政府成功大学那个实验室发出来的 实际去测试的不是模拟的 是实际用火在那边烧的跟烟啊 你的漏气量不能多少啊 那个都有影片的啊 嗯 然后又要拿到这个认证 对对对 然后才可以生产才可以制作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 当然如果你的预算很充足 你当然你每一扇门都做 从大门做到这个每一扇这个门都OK 可是如果如果你的预算只有一样的时候 你认为应该是在靠窗有窗户的那个门当中 一定要装隔音隔火 黄烟 防爆的门 最主要对你的室内生活品质也差很多啦 不是黄烟 但隔音也很好啊 嗯 对不对 所以你居家的生活品质也会差很多啊 嗯 所以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一款的时候才知道 有很多人真的对声音超级敏感的 会啊会啊 对啊 我跟你讲 有时候真的很难睡觉啊 没有我们蹦到那家里成员吵架了一堆 以为关起门吵架就没有人知道 其实旁边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的 没有我说家里自己的成员 就兄弟姐妹 爸爸妈妈女儿 有的读书也要弹钢琴 就说嫌你太吵 哎呦 看个电视都不行 哦 这个如何装的都没问题啊 哦 那以你们的门来讲的话 就是说 消费者可以选吗 就是说我只要隔音 或者是我只要防火防烟吗 还是你是全部都有的 我们现在都把它列为标配了 哦 因为这样生产会比较好生产 啊反正会来找我们的都是 比较有注重是品质的 以前还会选配啦 嗯 啊这两年全部都是把它列为标配了 嗯 哎你们消费者 就是这么多啦 因为你已经经营这么多年了 他们最在乎的是什么 其实都在乎 他们真的在乎漂亮吗 都很在乎 智能防火防火 其实消费者有做功课的 都很在意知道 但是也有很多人都不做功课 他只有听设计师的而已 嗯 可是设计师有时候他要报案子 他不敢给你 找最好的东西给你啊 为什么 因为那个单价比下去一定是最高的啊 哦 对不对 啊有的月主只看预算啊 他不知道这个差异那么大 就说你到厨具有可能差一倍以上啊 一个门有可能差两倍啊 嗯 所以还是消费者自己要做功课啦 哦对 消费者要我觉得有一些啊 基本的一个认识啊 对啊 如果说厨具我们会看我们的身高 或者我们自己喜不喜欢嘛 对不对 好不好用 台面也差很多啊 对 那可是问题是 这种安全的一个考量 真的是需要多倡议 然后多了解 不然我们哪知道 防烟比防火重要 对啊 对啊 而且我忽然想到 除了防烟防火 然后这个防噪音之外 还有防防暴嘛 对对 那地震呢 地震已经没问题了 因为我们那个间隙都扣得够 你不会是卡门 像是日本他们也要求 那个间隙要大一点 就因为你地震歪的时候 不会卡到门 所以我们的脚链 它都可以微调的 可以调整它的密度 你知道地震很严重的时候 你知道有要有要变形了 可是门也就是 打不开出不去啊 对对对 所以有些消费者会说 奇怪你怎么间隙那么大 那我们跟他解释一下说 这是因为防地震 他就听懂了 可是我们的间隙 比较大的时候 不会影响你的气密度 隔音度 还有使用的强度 这个就是技术啊 对 因为你如果缝隙比较大 大家都会说 你隔音怎么可能会做得很好 对对对 对啊你烟难道 就不会从这边跑进来吗 对 但是我们这个见识 是让你从外面跟里面看不到 它在侧面 阿门里面外面都七密条包覆了 哦 所以还是要去门市看啦 嗯 因为你现在在广播里面听不懂啦 哦听得懂啦 只是说我们看不懂那个 看不到漂亮的地方啦 但是原理我们听得懂啦 哦哦 谢谢谢谢 因为你你pro的嘛 对不对 就是从年轻 然后就一直做 对不对 然后做到现在嘛 那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说 哎 除了功能齐备之外 也要考虑到整体设计嘛 对不对 当然嘛 你家里的设计那我的门就要漂亮一点了嘛 所以你开始有一些艺术艺术风了嘛 我有看到你在那个Villa 那么也有办那个新品的一个记者会 好那待会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在这个Villa 就是在这个Villa 然后你变成了一个展示中心啊 在山上变成一个展示中心 我看图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其实如果说在山上的话 你打开门就可以逃命啦 那为什么这个防烟防震防暴这么重要 我们待会讨论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这里上来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了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南京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儿宏林董了 我们刚好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倡议啊 也就是在不管是公共空间 或者是家人这个住宅啊 都要注意到防火防烟 然后当然能够做到隔音防震 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生的安全啊 那天气很热 大家脾气都很不好 所以如果你变变变变 然后搞得这个邻居也很不开心 所以过去我们可能比较知道 就是有防阴隔音这件事情 但现在因为看到很多的火灾 看到很多公共空间的一个问题 所以要提醒大家 就是防烟跟防火的重要性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请这个林董 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发现到说 你们南京有在Villa 那举行一个记者会 其实我觉得蛮漂亮的 那说实在的 Villa真的需要防火防烟吗 我只要门打得开 我冲得出去 我不就是可以逃命了吗 对啊 那我还需要防火防烟防震 对不对 防噪音吗 那个更需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找这个点 找了四年 我们就是要测试我们的产品 它冬天的性能的时候 还有现在七月 它的性能是怎么样 就是极热的天气 还有在极冷的天气的时候 你住在里面 是什么感觉 那我们经过去年的冬天以后 觉得很棒 因为我们的保暖 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因为它冬天那里都是差不多零度 因为它高度大概500公尺 大概都处于零度左右 可是我们在室内 就是穿大概短袖 就可以很舒服了 而且暖气开一点点就好 那表示说我们的气密隔音 是很棒的 也把冷空气给阻绝了 对 对 那个我们一开门或一开窗 那个真的零度很恐怖 可是一关起来 很舒服 那像夏天一样 几乎不要用到什么冷气 那表示说这个保暖 应该说降温 也测试 这样很棒 所以我们对我们产品 也越来越有信心 当然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也会加速去改进 这个地方就好像一个 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测试的地方 那现在除了钢的煤材之外 听说你们用了一些钛金的煤材 那钛金跟钢的煤材有什么不一样 钛金的质感是更高 让人看起来有尊贵的感觉 是漂亮 而且比较暖色系 它不会像说不锈钢 就冰冰冷冷的 其实它在商业空间是可以 可是在住家很多人就不喜欢 而且说我们现在用钛金 它的好处是 就是比较尊贵 而且暖色系 你用在居家就觉得很棒 而且它非常好清洗 而且百年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会选定它是因为 我们看到说这个一百年以后 这个东西也是要一样的漂亮 不能有退化 那个门 其实家庭主妇最在乎的是 好不好清洗 会不会太艺术了 或者是太漂亮了 就不好清洗 不会不会 所以这次我们考量的 会非常的周到 但是它的成本很贵 可是我们还是把它用下去 就是要让它在几十年 一百年以后 台湾还是有这个 很多很漂亮的好东西 你不用去换它 去照顾它 对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有功能这么好 又这么漂亮的话 门哪有人常常在换的 根本就是你买了房子以后 你就住一辈子 用一辈子了 只是现在功能 我觉得要补强 刚讲过了防火防烟这件事情 防震这件事情 防暴 大概没什么结冤结仇的 会比较少碰见 防烟防火 隔阴防震 这真的是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它是保障你居家安全 那如果换了 我可以用一辈子了吗 如果我不搬家的话 搬家我们的客人 很多把门搬走 这假的啦 真的啊 他叫我们重新做框啊 把门扇搬走啊 他做一个简单的门 卖给下一个黄客啊 好坏啊 这个不配你的 真的碰到很多人 以前我是看过人家搬家的时候 是把冷气 那个窗型冷气搬走 你知道吗 所以我朋友去住的时候 他傻眼了 就说那个窗型冷气 怎么会是空的 现在如果你去搬家 你会发现人家把门搬走 这也不觉得奇怪 我们就觉得很有荣誉感啊 因为他搬家 就把门门也说 因为他有时候 别人家的 他用不习惯 哎呦 就叫他重新再买一个嘛 他说 就是 他能省则省啊 哎呦 这听过最好笑的一个笑话了 哎 那现在如果要换门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很怕一件事情 就很怕麻烦 然后比方说我要请假好几天 或者是说我要弄个M蓬蓬 对对对 这个是目前我们也是一个优势啊 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已经达到 就是说换一个门大概半天了 几乎灰尘很少 因为我们采的是干事施工法 就是旧的框不拆 来我们把他用新的框把他保护下去 等于你的水泥工不用来 木工不用来 瓷砖不用来 全部都是我们替代的 而且我们做的时候都会把家里的那个稍微保护一下 所以也很多业主也觉得说 你们这一组公班好像跟传统的铁工不一样 传统铁工哪有看到 我也是保护灰尘的 对啊 因为弄脏了 所以你家的事情 你叫人来拼就好 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啊 所以他们觉得说来施工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光是看这个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真的有差 一分钱一分货 那你要请公班师傅 然后你还要再请几个 那个这个场地管理的人去啊 没有那个就是我们已经内化到是我们的DNA了 似乎自己都会做 他知道如果做不好 回来会可能会会会会会非常的那个被被念 我看你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凶了 我现在不会了 对就越来越帅 然后一点都不凶了 所以骂了也没有用啊 就管理骂不是那个 你要给师傅一起有荣誉感啊 对啦 而且你想想看啊 其实师傅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用户的感谢 他如果觉得很惊讶 说哇 做这么快 然后或者是说摸M蓬蓬 然后不会增加我的困扰 对他一定会很感谢的 对啊 台湾人很善良的 对啦 那最终你还是要给他好的待遇啦 所以我们公司都比外面待遇多很多 就是师傅的工资都很高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因为给师傅就多一点那个好的待遇 他也是可以照顾这个家庭 然后反馈到社会 消费能力也比较高 所以我们师傅很少在流动的 我觉得蛮好的吧 你应该怕师傅被挖脚吧 挖不动 哎呦 讲得好大声啊 不是你没有那个待遇 你没有那个环境给他 他也知道啊 我去你那里 搞不好你也没有这个工作给我做啊 因为他们每天做的都是比较细工的地方 可是他们搞不好都已经知道你的know how啦 你里面是装什么的 对不对 怎么样防阴 怎么样防火 怎么样防暴啊 那材料都知道啦 是没有错 然后我也会施工啦 然后我就出去自己做啦 现在没办法了 因为现在那个规模跟以前不一样 你如果说一两个去这样做 以前是有可能 很容易copy 可是现在整个的团队组织 是没办法copy的 还有品牌更不可能 对啦 有品牌 对 然后有消费者的一个使用经验 那重点是你如果说薪水高一点照顾他 他没必要去冒险啦 对啦 我觉得这听起来其实很感动啦 所以他们都比外面的薪水要再高个 不好意思 没有我是关心啦 好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看到老朋友 然后他越做越好 然后我觉得当然台湾 要往前推进 有一个我觉得美感啦 就像蒋勋老师讲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美感 对 每一个人都有美感 那大家如果说对于你的隔音 防火 防烟 防震 防暴 很重要性的话 我觉得有空去南京的门市逛一逛 然后如果你刚好要 这个在搬新家啦 或者是说你自己要 整修一下内部的时候 先把你的安全做到 好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我想可以打我们中广的美少女客服专线 02-2500-5566 02-2500-5566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少年的林董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林董 谢谢 好 谢谢运温姐 谢谢 你 你